同学就有,他可能删好多,因为他有第一季,第二季,第二季,第五季,好多季 然后他想要怎么样,把所有的就是工作表删掉 因为尤其是同学怎样,他是自动产生报表 可能自动产生好多好多好多个报表 那他希望怎么样,一次全部都把它删掉 不然的话你每一次都要再删除 然后程式跑一下,然后要按点删除,点删除 然后他就不申其扰,这样子很麻烦 他问我,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 不要让他跳出那个对话方块 当然有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把那个对话方块呢 把它不要显示的话,我们先把它执行 OK,好,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地方呢,就是让他的那个 有一个叫做DisplayAlent的那个属性 把它改成叫做False 但是最后你还是要把它改成True 为什么,因为那个讯息只有在这个时候不要显示 其他还是要显示正常显示 所以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必须用一个 我们内部有一个物件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应用,就我们现在 Excel这个应用程式的意思 这个物件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打一个Display 它有一个Display,要不要显示吗 你大概打一个Dis就会出来了 Display就显示Alent,Alent就是那个讯息 那这个Alent要不要显示呢 你空白键,其实打一个Dis就可以 因为它自动提示,大概空白键它就帮你把它填上去 那它的属性后面有个属性等于什么呢 等于True或False,那如果你先把它False掉 然后等到Delete完之后,再把它变成True的话 它又恢复了 但是在Delete的时候不会跳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记得要把它改为True 否则以后呢,需要显示的就不会显示了 就是在Excel里面的那些讯息永远都不显示了 如果你以后都不想显示,那你就用False就好了 OK,不过一般程式的话,先把它改False 然后再改成True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试试看会不会跳那个True 那个警告讯息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False,Delete 有没有,不会跳出来了 但是要再把它True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讯息就不会显示了 有没有,那直接执行 就很顺了 所以你删掉100个,它也不会显示了 所以之前有同学一直在删工作表 每次一扇就跳出一个,一扇就跳出一个 那之后我跟他讲说 你就打这一行 记得要把它打这一行回来 不然的话下一次不会显示 那他之后就跑起来就很顺 那他感觉就很很棒 为什么?因为全部的动作都可以自动化 以前要做很多很多动作才能完成的 现在按个按钮就解决了 所以他以前要列印报表的时候呢 就非常头痛 那这个时候呢 他一下就把资料放到某个工作表 再把它列印 甚至你可以再写一个列印的动作 它就直接列印出去了 然后等到报表完成的那些工作有必要的话 就可以再跑一个回圈 然后把不需要的工作表给删除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跑一个回圈派